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是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过瘾了 看到网络上有两段影片 话说发生在元旦日 即是日月1日 每个人在元旦时想如何庆祝 各自各精彩 而在九套山竟然发生了放狗叉颈 这个叫扯头发的襲击事件 话说就涉及到一对夫妇 再加上一对母子 我本来都没有去留意整件事是什么 可能觉得九套山 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我们住屋邨 他们不同 住豪宅 九套山 你这些有钱人 有钱妇 自己遇到凡事 关我们鬼事吗 不过当中涉及的人物 原来都颇为知名的 对了 为什么呢 我的眼睛就叮一叮了 因为媒体写着 私人被捕 包括方仲宴 然后我说 咦 这么奇怪 因为为什么呢 对了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从英国回来 想又引用违方的 安装 还是客户服务主任 还是什么呢 滚啊 滚啊 不是给我滚啊 那你去国际上搞事吗 因为何解呢 可能大家过了一段日子 就遗忘了哪一个是方仲宴 他就是浸大学生会的前会长 也去过监狱蹲 何解呢 因为他涉及到黑暴的期间 有一件事就很经典 就是在深水埗 咦 又是和警员叉她的颈子有关的 现在他妈妈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放了放了狗 又被人叉她的颈子 那我们稍后再说 狗吐山放狗事件 究竟是怎么样了 我们说回这个 好啊 好啊 为什么觉得方仲宴突然在香港出现 我会觉得这么惊讶 因为他当时的案件 涉及到他条条平 有钱剩 因为他是有钱仔 家里是炸炮车 住在独立屋 怎会突然在狗吐山放狗 放狗 因此他就在深水埗 买那些雷射笔 当时买雷射笔 大家都知道什么事了 我还很记得那宗案 为什么当时邱班警的警员 会留意到他买雷射笔 就是闻到一股糯微 然后看到 哇 深水埗鸭记的档 那个阿沈 示范给方仲宴看 在那些雷射笔的威力 射到报纸里会有烤焦 烤焦 射到大火都会烤焦 所以阿沈就闻到 突然有烤焦尾 以为哪里烤焦 然后看到方仲宴 他说要去压烤焦 然后回来买 然后警员就在深水埗 一间7门外 将他制服 然后又说插水 又说吐 又说要叫白车 后来送他去医院的途中 他就静悄悄吃鸡批 拿着手去把手机 把所有资料都洗掉 重拆 变成出厂的设定 然后一看手机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所以这件事 雷射笔 这件事 就是武器等等 另一件事 就是妨碍司法公正 因为都洗掉手机的资料 那就好笑了 这些人正一就叫自作业不可活 后来他雷射笔 就打掉了 这些武器 大家先不要骂皇冠 不要骂这些 因为整件事是很复杂的 但是他妨碍司法公正 那里就洗不掉了 我也洗不掉 证据确作 可能如果他不重拆手机 就可能什么罪都没有 不过自己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心虚 还是什么 你自己这样搞法 你当然有些不见得光的东西 在手机上 现在你还重拆了 那最后的官都判你 防外司法公正罪成 就活该死了 是不是 所以不要说这么多了 进去蹲监 然后就有钱仔 住开独立屋 家里有跑车 有些靓车 还是怎样的 走去住监仓 还要跟其他手足 不知道会不会照顾他 这个人把自己的往迹 说到自己好像很厉害 很幻虑 他放出来的时候 很快很快 因为家里其他东西不多 狗也好像只有一只半只 但是钱就够多 哎 儿子 香港不适合你 快去英国读书 坐牢后就去英国读书 出发前 都在监狱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说 已经有什么离开香港 就是说去移民 等等 所以他自己都帮自己 戴上头盔 他说 体会到 不会怪责其他人 有自由 或者不再帮手什么 甚至乎离开香港 因为你也想离开香港 对不对 去读书 我只会有祝福 希望外面的人过得好些 其实有什么好拗 对不对 有什么怪责 坐牢也好 或者离开也好 其实没有人想的 他就说 当他出发前 还说 香港会继续沉淪 沉淪 对 走啦 所以他就去英国读书 不过他扯回非烟之后 还继续说 微微敷出烟圈 就算香港继续沉淪 不会变好 我都会回来 始终 根本也是在 他回来 为什么我要这样写 那你不是回来看香港 如何沉淪 沉成什么呢 一边沉淪 一边放着狗 这个人很有趣 如果在他们这些 离散港人的角度 真的觉得香港很沉淪 例如那些 股市又不行 楼市又不行 然后叶宾分 又搞到 拉牛上市那些 又说有什么特种兵来到香港 占领麦当劳 或者占领街道 躺在港町站 神经病 有这样的说法 又说 你说他们是不是特种兵 这一件事 希望下次不要再这样 那怎么处理 这一件事 就是他们要数 你要数香港有什么问题 一定有 你确实数到出来的 各个城市也有很多问题 根本都是搜紙 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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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结论就是沉淪 我想问一下 方仲然 如果香港沉淪 为什么你妈妈 可以仍然继续跟你在狗兔山居住 还有放狗 你是不是住住狗兔山 回到来 放狗 放狗 看香港如何沉淪 看来就像 他就是以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放狗来看你怎么死 如果你这个弹散 说到香港什么沉淪 你又不要回来 虽然你说了 根本就是香港 始终会回来 不过这些说话 很多人都有说类似 不过有没有回来 暂时未见得 例如钟建华 又说放狗在香港 遲些会回来 但去到英国 就越来越疯狂 我想他都不敢回来 他回不了 好了 当时 为什么方仲然 在深水埗插水 警员叉了他的颈 其实他当时反抗 和想走 所以警员才按住他 按了他也不知道有没有 十秒也不知道有没有 然后叫爆车 然后弄个嘔吐袋 还是怎样 哇 有没有这么夸张 大佬 混完披衣手 成坤 那么厉害 那是什么手 按你的颈子 也会吐 就是假扮了事情 误人 假扮受害者 其实 轻轻碰一碰 成坤在地上 还要打个关斗 有时候我们看足球 都看到有些人 假扮了事情 假扮被人摸下 还要打个王牌 还要做黑衣 不过算了 他这件事 都已经过了一段日子 再加上 他都已经出了欲 叫做无案在身 小估不到 他去到英国 又说 要继续学习 继续学习 现在又回来 又跟妈妈 拖着狗 散步 那么开心 我始终不明白 有几沉淪才行 如果你们这么沉淪 就麻烦你 这些人 不是的 又继续在 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没有沉 就在 可以让你 在狗套山放狗 这么疏肝 真是 沉什么狼 你又有 不过很搞笑 放狗 放狗 又不知为什么 又会和别人争执 快点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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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CCTV 不要紧 喂有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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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好奇 她妈妈真的 应该是亲生的 或者是她妈妈 亲手教方仲言出来 那何解呢 又挺好笑 当然 我们站在她妈妈拍摄出来 或是摆放出来的影片 其实应该是方仲言拍的 我想想 你妈妈被人打 好心你就帮忙 还拍什么的影片 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到第一段影片 就是方仲言的妈妈 穿着浅色衣服 她面对着一对夫妇 一位哥哥穿着 组红色的外套 另一个妇人 穿着全黑的衣服 话说 为什么会发生争执呢 就是这对夫妇 看到方仲言母子 牵着身形颇为大的狗 据问她说 她的狗 你这样呢 大狗会发生争执 记住 这是方仲言母子 为什么会拍到这段影片 和这样说 对方 这就是一件事 如果你事前挑衅别人 别人生气 真的可能会这样说 然后类似的说话 我们只是走过 哪一分咬到你 然后双方就在吵 但是我们隐约听到 有一个男生的声 在后面 不断问候这对夫妇的母亲 就是想对她做一些动作 我X你老X吗 X你老X吗 不断用这个繁音的形式 在后面背中这句粗口 就是方仲言疑似 背中粗口 我不知道你在读什么 或者你在英国读什么 她据说在英国读 国际关系去读 国际关系是否狂说粗口 真的好笑 即是用国际关系 用粗口和大家打成一片 这次不方便打成一片 她似乎在不断的 ex人妈妈的时候 再说多说 又拿着相机拍摄这位 红衣的哥哥 这位红衣的哥哥 接着忍不住 一下掃到方仲言的电话 应该是她 因为没有指 好了 接着第二条片 很厉害 你一个埋身肉搏 即是方妈妈 就被这位红衣的男子 一下子叉着颈子 再推到长角 我们记住 怎样争执也好 那个究竟是方仲言妈妈 还是袁仲言的妈妈 还是什么都好 又方又袁 都不应该这样动手 就算方仲言 如何用粗口挑衅你 或者如何刺激你的情绪 我觉得都不好 没有肉手 肉手一定会坏 肉手一定会坏 那些什么叉镜 那些什么叉镜 还是怎样 搞到这么严重的话 是 严重程度这么高 你一定比他们 借底过两毛子 是不是 这个肯定的 而且还拍了视频的 那个过程都颇为暴力 所以我始终都认为 动手 我都相信是 呼呼吧 就是一个 红衣的男子 和黑衣的女子 这两个人 很明显在视频中 欺负着一名女子 也就是方太 这个行为 我相信就逃不掉了 不过 什么原因 会导致出现 这样的情况 这是很大疑问 你一般人在街上走过 你拖着一只狗走过 很正常 有什么问题 你走过就算了 你不会无端端和人家有争执 但为什么会导致这些争执 但那只狗真的咬到人 又好像没有看 还有 据说他拖着那只狗 就是边境牧羊犬 据我自己的认知 这种狗是大型的 不过就不是非常大 而且性格都颇为温醇 不过也很难说 可能他那只特别恶 也不一定 照道理 就没理由 因为这只狗 而导致对方 会这样 闹回头 我相信最大可能就是 因为这位拍片的人 方仲然可能 首先出言不信 所以就导致这些争执 也不一定 因为这类型 就叫做工作犬 他们比较乖 的基因 挺搞笑的 大家都看到 那里是狗吐山 那段路也相当欢阔 如果你拖着狗狗的时候 看到对方又有狗狗 又有大狗 你自己可以 马上抱起自己的狗狗 如果你的狗狗比较小 如果不是的话 要不就带开它 或是拖在一边 我想都应该可以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争执 因为我看到他们 搞到又出了马路 还是怎样的 这么宽阔的地方 车都不多 就算方仲然母子 拖着一只大狗 走出马路 避一避开 人家小狗 我觉得 这也是一种 在香港地 大狗行街的礼貌 是吗 没错 我自己 现在在香港居住的地方 附近也有很多人 有养狗的 很平常的 根本就是 在街上有人拖着狗 走出马路 走出马路 怎样会发生 这么狠狗的争扎 你会不会有个女人 走出马路 你拖着大狗狗 就骂你了 不会的 当然 之前的事前 是有些口角的 所以才发展到 越来越严重 再加上你看方仲然 这个人 一路拍片 一路骂人妈妈 态度本身就骗人憎 刺激着对方的情绪 所以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事件 我认为是这样 应该是倒转的 应该说 冷静 大家冷静 不要再说了 立刻走开 立刻走开 应该是这样的 你没理由不断在后面挑衅人 你搞到到时候 最后的妈妈被人叉镜 你就为了要拍到这一段 妈妈被襲击的片段 我很不孝 到最后 连方仲然的手机也移动了 人也不知道 你又是想继续 套路也是一样 想製造这些被襲击的画面 接着就换取一些同情也好 證据也好 当年他在深水埗 如果你不是拒捕 你又不会夹着你 那你就站在那里等 你想走才知道 当时还有很多人围着 我还记得我还很害怕 那些人瘋起来 撕了 那是大件事 所以就抢了方仲然 不过也没有 没得很抢 样子都曝光了 这就是一件事 似乎 如果见到 那些狗 那些狗 可能没有咬到别人的狗 但是假设你觉得 在狗套山 夜晚 人影都不多 那就不要帮自己的狗 戴口罩 虽然狗有一定的尺寸 因为有时狗 去到那样的尺寸 我记得要戴口罩 法例是怎样 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可能他没有戴口罩 假设 跟着就向人的小狗 或者向人的小狗 吠了几次 可能人家有类似的说话 不要戴口罩 咬那些狗 那些狗怎么办 所以会不会说 我们只是走过那些狗 咬到你 可能只是肺咬你 如果你这么困扯的话 人家可能提醒你 是不是要 那么大的狗 都不戴口罩 这是我们假设 你又跟着困扯人 哪些狗咬到你 然后这个方众言 在后面 就立刻问候别人 母亲 这样的话 比起我 我一定会骂你 是黑意的 我觉得整件事 都是特意挑衅人在先 但是计刑人对方 又忍不住 然后才会动手 而最令人感到可惡的就是 猜不到 这个做儿子的方众言 还拿着手机 拍着母亲 被人襲击 然后还要 母亲放上网 就是搞笑 我不知道是不是特意 这两个母子就是 特意挑衅人 然后就 扮成一个被害者 放上网 然后就把整件事 炒大 我觉得是这样的 发展就是 没理由 就无端端 在街上拖着狗 人家走过 怎么会突然 正常来说 当然做了些不正常的事 才会导致这样的冲突 所以警员受过训练 就会控制到自己的情绪 或者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处理 应该只压着你 哪里哪里就算了 还是怎样 所以你们经常在说 骂警方如何如何 我觉得相当好笑 说到底 方仲賢 真的没有想过 回来又惹上半妃 还有 最有趣的点 就是 又是扮成 这个受害者 何解呢 都不知道为什么 拘捕我们母子 明明我们是受害者 这个妈妈和方仲賢 说的套路是一样的 好了 后来再说一个点 一样的 再说一个点 可能你说 你这个妈妈一定是大黄尸 根据方仲賢 自己的电力 肯定的 她说她妈妈本来一开始是蓝尸 因为可能真的找到钱 就是觉得你们这些黑暴仔 是一路搞乱的社会 搞到这些社会破坏 那里又破坏 那里又破坏 他妈妈本来觉得这些人阻止路 后来似乎是她儿子的事件影响 后来就变成了大黄尸 这样也有钻石 不要紧 不要紧 这对母子 应该是做了一些很厉害的事情 才导致对方出现争执 这是我的估计 如果大家有什么估计 不妨一起留言说一下 好吗 好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